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天天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为了要因应越来越多的不婚的人口 消费市场开始做出了调整 一个社会在十年内的试婚男女 选择不结婚的人数增加这么多 背后一定有些因素 EZ谈生活,天天要和你分享 由心理专家跟婚姻专家 他们所提供的检测 待会天天会一一念出来给你听 如果你发现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另外一半 有出现这样子的行为状况的时候 你就打一个勾 或是做一下记号 等一下念完题目之后 你可以来算一下你到底打了几个勾 做了几个记号 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青春俊美或财富地位 是你择偶的首要条件吗 再来是 当你要认识一个对象时 你会到处去打听对方的过去 或家庭状况吗 再来是 你不容易把真心付诸在对方身上吗 再来是 你会跟对方在一起 是因为听长辈的话 就凑合凑合吗 再来是 你希望能够完全拥有另外一半 甚至你希望能够干涉对方的生活吗 再来是 或许你现在有个对象 可是呢 你觉得这个对象呢 并不是这么的顺眼 好,再来这个题目是 你相处的态度是 比较多的猜疑 又或者你是很容易相信对方的吗 再来呢 这个问题是 对恋人的言行举止 你会阿谀奉承 随身附和吗 再来呢 这个问题是 你是不是会盲目地选择对象 没有预设目标跟条件呢 再来这个问题是 当你买礼物 或者说你跟另外一方交往的时候啊 你会表现得特别的阔气 或者是你会特别的吝啬吗 再来这个问题是 你会不会觉得 你跟另外一方的想法跟做法差很远呢 会不会常让起纷争呢 再来这个问题是 其实你恋爱的对象哦 不只有现在这一位 你还有其他的 再来这个问题是 你会不会很在意对方过去的恋爱史呢 再来这个问题是 你会不会喜欢挑剔对方吹毛求疵呢 再来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年纪还很小 恋爱似乎太早了呢 再来这个问题是 你会不会迫不及待地想要立刻闪电结婚呢 再来这个问题是 你会不会担心被嫌弃 所以隐瞒自己的缺点 隐瞒自己的不足的地方呢 再来这个问题是 两个人相处 你们会不会常常 争强好斗 争锋相对呢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会不会没有结婚的打算 却想要先同居呢 问题的资料来源呢 是婚姻危机处理协会 透过心理学家跟婚姻专家呢 一起共同呢 讨论出来可以检测自己 是不是会成为恐婚族啊 你可以看一下你刚才勾选的 跟你做记号的 有没有很多 如果你发现越多的话呢 可能你成为恐婚族的几率就会越高 从刚才的问题当中啊 是有一些的归类了 比方说 恐婚族的遇到的状况啊 就是认为婚姻好像是爱情的坟墓 有很多人呢 是过度美化婚姻了 把婚姻当作是一种乌托邦的世界 也不知道怎么样面对婚姻当中的冲突跟争执 就很害怕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拉会磨光爱情 只剩下习惯跟家事 所以呢 干脆呢 逃避婚姻 那还有一个因素会造成恐婚的状况 就是在原生家庭里面有不好的经历 比方说单亲或是家暴 有虐童的这种问题家庭 长大的孩子 虽然很渴望拥有一个安定的家 也很害怕自己进入婚以后呢 会重蹈父母当年的复彻 渴望爱情却不敢结婚 那还有一种恐婚的状况就是拒绝长大 圣经告诉我们说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离开父母不是抛弃父母 而是代表说你要在身心灵 跟你的经济上面呢 成熟独立 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去建立家庭 一个拒绝长大的人呢 通常也会很不想要进入婚啊 也会变成恐婚族 造成恐婚的原因啦 不止刚才分享的这些哦 还像是经济状况条件不好啦 还有安于现状啦 还有爱的是钱不是人 或是难忘自己的旧情人 或者说呢 他是一个多情种子 他不想要安定下来 又或者他很害怕那种 婆媳或者是殷勤 那种家族的那种的关系啦 其实是有很多的因素 会造成恐婚的 亲爱的朋友 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一个恐婚族呢 事实上当我们很害怕婚姻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更多的去认识 什么是婚姻 婚姻的生活包括了哪些层面 尤其当我们看见 有一些那种恩爱夫妻哦 我们可以呢 去了解他们婚姻成功的秘诀 破除我们对婚姻的恐惧 以及对婚姻错误的想象跟期待 我们才不会因为很害怕 或是不了解 而不敢进入婚姻 在圣经里面说 爱里没有惧怕 或许恐婚族最需要的呢 就是不要怕 要有平安 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婚姻中的挫折 冲突而选择不结婚 那其实就是连同婚姻当中 那些美好的部分都一起抛弃了 那这就很可惜啦 认识上帝了解真爱 依靠神的话 来建立婚姻 去寻找那合乎上帝心意的另外一半 和你分享这首歌曲 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们就下一次空中再会了 拜拜 你叫我不要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忧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